抢得头香的国民党立委黄仁穿着原住民 元素服饰与亲友一起走红毯呈现欢乐气氛 立法院开议第一天 许多立委西家带卷展现创意走红毯 中正代的民进党立法委员郭国文 就与中嘉宾张鸿路及李昆哲合组新兰团 国会大叔阵线 希望与年轻世代对话 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岁位 其实是在院外成长 就是在门口里头抗议长大的 可是跟现在的时代的年轻人 我们却有一种对话落差的情况底下 所以我们想要组合大叔团 来愿意跟青年对话 青年对话不只管道还有内容 还有他们期待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虽然是已经年龄 已经一定的程度 但是年纪一定的程度 但是生理年龄还是很年轻 心理年龄更年轻 还是保持当初学院时期的心理年龄 主张落实开放国会的民进党 新生代立委 沈柏阳 黄杰 吴佩毅 以及洪森汉也一起走红毯 林月勤与范云等人 则借着走红毯凸显关切的议题 年任世界的许志杰 则穿上雄中制服 与亲友高唱雄中之歌进场 展现火力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我们雄中校友会越来越强 我们雄中校友陪我来的也越来越多 我想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 我们的雄中精神 实事求是 精益求精 不管在高雄 不管在台湾 我们都会认真努力做事情 把事情做得更好 这就是我们雄中精神 我们高雄人的精神 我们南部人的精神 我们会继续发扬光大 还有以麻辣先世中万老师出名的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郭玉琴 这与同居中的皇祖人叶明志 一起走红毯 满足网友的期待 我是前几天才知道 原来立委要走红毯 所以那时候我就第一个时间 就打电话问叶明志 我想说大家敲晚敲那么久了 那他也都很爽快的 一下子就答应了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他 有没有觉得很兴奋 你的日子 他的版面会比我大 因为他从拍戏到现在胖了20公斤 喂 不要强调 金门选出的国民党立法员 陈玉珍则在金门 风师爷玩偶 及金门乡亲陪同下 一起走红毯 后面两个是风师爷 守护我们金门的风师爷 然后我们今天来 帮我们金门胜利 金门加油 好 还有我们多乡亲在后面 一起来加油 谢谢大家 国民党立委李燕秀与服务团队 开心冲返立法院 首次当选的国民党立委徐晓清 穿着剪裁合宜的洋装进场 破获好评 同样一人报道的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谢龙介 则吸着伞面印有一身监督 李艺人及赖信德肖像的特制伞报道 相当吸睛 我信赖他的智慧 但依然强力建筑 超越人类 最强战力 超越人类 最强战力 民众党八位不分区立委 则联媚走红毯展现团结气势 则跟一场前宛如兴旺大道一般热闹非凡 请全体立法委员起立 签名报道后 113席立委在立法院宣示就职 随后进行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 第一轮投票结果 民造党推出了黄珊珊获得7票 国民党的韩国瑜与民进党的尤锡坤 各获得54票及51票 没有人获得过半票数 因此进入第二轮投票 最后结果 由韩国瑜与江启成当选正副院长 角逐失利的尤锡坤 随后也宣布持续立法委员一职 以规定将由民进党部分区 第13名的王振旭医师 递捕上立委一职 记者张其滩台北报道